接著帶您認識這一位烤豬達人 他從切豬 綁豬 到翻轉烤豬 都有一套獨門的pet ball 那麼就是因為難度不小 所以說像這樣的烤全豬師傅 他的月薪是上看五萬元 只是每天必須要忍受的是 800度以上的高溫 使勁吃奶的力氣 把60公斤的枕頭全豬 在800度的炭火上烤到金黃油亮 帶您直擊著全台最會烤豬的達人 交戰3小時烤全豬 切的是那個大腿的部分 那因為肉比較厚 然後我們會烤的時間會比較長 快狠準 先前肉厚的部位 第一招烤經驗 用手指壓壓壓判斷豬肉的厚度 這個厚度已經大概有五公分 到八公分之間那麼厚 豬肉上劃幾刀 方便肉烤的均勻 但最關鍵的綁肉難度可不小 穿過那個龍骨 然後再拉上來會比較麻煩 比較耗時間 解釋有點像針一樣 吃到手會很痛 兩個大男生才扛得起全豬 就怕火太大 炭火只放頭尾 接下來生豬肉慢慢翻轉 表皮烤出油亮的神褐色 在架子上我需要晃一下 然後才有力量去把它轉上來 為了控制烤豬的色澤 反覆刷上醬料 讓枕頭豬包覆在油裡面 烤到不斷冒汗 王文廣是阿美族人 憑著十年的餐飲和烤豬經驗 月薪三到五萬 高技術還得用針判斷肉熟了沒 現在還沒有熟 怎麼說 因為我的針還穿不過去 烤全豬大功告成 經過切片擺盤 用看的就口水直流 但要烤出美味的豬 還要有心 我是很愛豬啦 所以就用一點熱忱去對待他 用愛豬的心來烤豬 加上不怕熱不怕累 烤豬也成了信心行業 東森財經新聞 張一華 無佑樹 台北報導